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你所收聽的,是快樂聯報榜,新聞順序的節目 我是你的好朋友,楊潔 今天在節目當中,很高興邀請到 我的好朋友,也是楊潔我的好朋友 陳惠文議員,到節目當中 惠文,你好 你好,我們來聽眾朋友,大家好,說愛 這個惠文,最近有一個大家的新聞應該都看到 因為高雄市呢,其實 我們的政治生態來說,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的民進黨的議員蠻團結的 在地生跟很多的鄉親好朋友們 有時都會請惠文來幫忙處理一些事情 事務大小,那可是其實在我們的一個 政治的一個生態也好 關於選技來說,其實也是需要一個 核心的角色去做一些溝通 所以最近我們聽眾朋友應該有看到新聞了 就是我們民進黨高雄市東部的主委 就要來選技了 那當然我們的惠文 也有來做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參選的動作 那是不是惠文跟大家來談一談 為什麼你想要來 來政府這個委員 要跟我們的鄉親好朋友的服務 什麼大家可以說一下 因為惠文已經參議市議員 已經六次了 你如果還要選市民代表 那一次 當中其實參與這個民意代表 已經有七次的經歷了 那是我們社會的 或是我們鄉親的鄉親 應該我們了解 我們的比較擅長的 就是協調溝通 這是我們擅長的 我們的問題也是理性 中國 香港政府 歹討事務 大概在這個部分 那自ta民進黨 民音代表這個黨團 可能這是一些五次 正門的氣氛很不好 所以在前幾個月前,主委的選旗就給大家那頂旗 扶上檯面 就有人在蘇底下跟慧文說 是不是他現在超越派系的身份、中立的身份 因為我們一直都沒有參加進行派系 我們跟這些派系都是友好關係 我們是不是可以有機會來做一個平台論法制 讓我們的氣氛可以這麼繁核 因為我們的未來是看2026年 最新的選舉就是這項 這項的選舉對台灣、對高雄都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是不是可以延續現在的執政 讓高雄繼續發展、繼續進步 這一站是很重要的 我也收穫很久了 因為我說真的在主委的選舉 在我的政治的過程當中 沒有收穫過 沒有收穫過 剛才有一些好朋友就在幫我提議 提議我真的也陷入參考 我想說我到底有這個領域嗎 對 不過他們就一直幫我鼓募 一直幫我鼓勵 因為你本來就是 你的特質就是這樣 善於溝通 人人好 人人好 大家派的可能接觸都會很高 我們是不是在這個特別的時間 我們來辦一個特別的角色 然後經過一兩個月的參考之後 也就決定 然後當然 這當中也是要跟這些 相關的人士做一下詢問 是 不然如果出來 沒有找到大眾的 不便台面上的一些 朋友的支持 我相信 這個選舉 會分可能也不可以 都担任這個關鍵角色 所以 聽聽的 很多都給予肯定 我們民進黨本來 我們就是一個民主進步的政黨 大家就是 有意願的 然後就是 一起來競爭 然後君子之爭 那就這樣子成型 是 很感謝 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 本來還有 我們的 泛宗議員 也有意願 那在這個當中 泛宗議員 還要 輸客 還有包括他自己的 新潮流的派系的好朋友 他們可能有開會等等 他覺得說OK 惠文是他們可以接受的角色 後來他就退選 嗯 沒有登記 對對對 成全惠文 然後來支持惠文 然後來繼續來 來 來 做這個選戰 是 但是我相信 不管到時候是誰出現 對 我們都會 一樣秉持著這個理性 然後公平公正 對 的這個態度來處理黨務 這是我 我相信的 嗯 因為其實 這個選議 一般我們的市民朋友 如果說你本身是 民進黨黨員的 才可以有這個 投票的資格 對 對 因為這是算我們 市黨部的主委 所以你本身 是必須要符合有這個民進黨籍的好朋友 所以其實說 政治當中當然 政黨的這個關鍵也很重要 也很關鍵 那對於整個一個國家 或者是城市 我們下次未來的一個方向 也很重要 像 其實我感覺 這幾年 像楊節很多朋友 住在北部都說 你們高雄變得很不一樣 哇 所有的大型活動 通通都來到高雄了 這個演唱會的經濟等等 看到我們高雄蓬勃發展 還有很多外國的觀光客 卡布希都會在捷運站 在輕軌 都會看到很多外國的觀光客 所以其實我們高雄的這個活力 這種活力 這幾年真的變得很不一樣 是是 我想 這個部分 也要感謝 包括我們的城局市長 他人來 他有很大型的價值 包括我們的輕軌的建設 然後也裁定了我們的黃線捷運 對 在這個部分 都是我們的基礎的建設 包括我們流行業中心 我們的展覽館 這中間都是把基礎給打好 然後後面才能夠一步一步 然後加上我們陳其邁市長 我就抱歉說 在韓國的那兩年 今天是停頓了 真的是高雄的 不管是建設還是進步 都是停頓的 要不然我們的陳其邁市長 真的也是很有遠見 大力的去推廠 剛才楊姐在說的 和您在說的 這個 這個演唱會的經濟 然後再引進台積電 引進這些高科技產業 讓我們的產業升級 對 那包括我們現在還有 之前做的基礎工作 就是包括我們的 開始未來可能會有碳牌 對 然後我們現在可能未來高雄 有一個碳牌交易所 然後就是不要讓人說 高雄就是一個高污染的城市 對 我們就是希望慢慢把所有產業升級 然後變成低碳低污染 然後高科技 是 我想還可以朝向觀光 娛樂產業 對 我想這個部分 之前的基礎建設都已經完成了差不多了 很重要 慢慢就是要把這些廠商 然後引進來 我想這個部分未來拭目以待 因為文化局也有跟我報告一些 未來可能會再跟我們中央去爭取經費的 產業這個影視產業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如果再引進來 那我們真的 更不一樣 更不一樣 因為其實從以前 早上 楊姐剛剛還在跟 跟惠文議員在聊 進廣播產業16年的時間了 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大家都說 高雄就是重來支撐 就是污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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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是要擺脫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架构 跟这样子的一个大帽子 真的是不简单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高雄市的一个转变跟蛻变 我相信这么多市民朋友都有一个感觉 那包含就是 其实杨姐最近在观察跟关心一个议题 就是AI的议题 哇现在世界全世界真的是AI大战 所以其实我们奇迈市长 从他当时在参选的时候 其实就讲到智慧城市的问题 所以其实这也是未来 我们的台湾我们的国家 甚至搞我们的社区 一起在推广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嘛 对不对 是是是 因为你想美国的这些 这些晶片 百分之九十几% 都是来自于台湾 那台湾现在很多的国际 对我们的认同 然后跟我们友好交好 其实我们的晶片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除了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以外 那我们真的也是真的用晶片在外交 是啊 那也要政府是真的有远见的 他能够知道说 怎样去引导整个产业 朝哪个方向是未来的世界需求的 那在高雄来讲 陈勤迈市长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真的很厉害 他的远见也够远 那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陈菊市长 他的眼光也够远 他能够把我们的这些一步一步布置的基础建设都做好了 那选对的人是很重要的 真的 所以我不是说我们民进党一定好 但是呈现在我们高雄市民的面前 我相信这两位真的都是我们高雄能够大大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推手 那未来能够再延续他们的这样子的执政 我相信还是从政党的人 他比较能够有一个无缝接轨的人力 他比较不会因反对而反对 走对的路做对的事 让高雄的进步能够继续 我相信真的 那这个部分在未来的主委 在民进党高雄市党部的主委 他真的身负重任 那我也很愿意承担 那如果在这个526就要选举了 那这个也是有史以来高雄市已经有女性的市长 然后也有女性的议长 对 那现在我们民进党高雄市党部就劝缺一个女性的主委 那看是不是能够有机会 然后会我们来达成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然后来做一个历史性的课 是其实我觉得女力啦 女力向前行嘛 其实台湾族 以前一直在称出富裕的观影 妇女的权益 参政权也好 还有等等妇女朋友们的这些相关的权益 就包含就是像育婴假啦 待产假啦 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家真的是让全世界看到 真的是多元 真的是尊重和平而且温柔 你看像身为一个女性 那个温暖跟温柔的力量 尤其这个星期母亲节对吧 我们的妈妈真的是有得辛苦 还有得伟大 我们的妈妈们 所以女性的力量真的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记得慧文你本身是一个女性 所以对于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 我相信做一个政治任务 甚至是一个主委在做一个重班协调 有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有人会没关系嘛 怎么去做一个一个中间的润滑的角色 其实身为一个女性也有优势哦 是是 我想本身我的性格其实就是比较比较理性 然后这个在这一次的我们的赖清德选总统的过程当中 我刚好很荣幸然后就是担任这个活动部的部长 嗯 那这个活动部部长其实很多工作 在这个细节上的协调 其实也很重要 对啊对啊 常常大家是意见不合的 对啊对啊对啊 意见不合的情形之下要让 怎样让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大家都高兴啊对对对对 所以在当中我相信说会希望说会稳出来 那个那个来担任主委 我想这些朋友应该也看到我这个特质 嗯 因为这当中的协调过程当中有的是剑拔如张的 对啊剑拔如张 然后他说很奇怪耶 这个要是某某人来 其他人来担任的话可能就稍怕稍微了 真的哈哈哈 对啊怕你都没想起哦 你还可以好好地说 对啊 对啊我是说一定要心平气和的沟通 嗯才能够解决事情 是 你有看到那沟通是这样大声 大声的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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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要怎么沟通 那个一定没办法沟通 那一定一定会让整件事情是开花的 真的 更糟糕的 对对对对 你只能够心平气和 然后耐住自己的性质 好就算对方讲的在无理 嗯 你也是要耐着性质 好好的跟他讲 是 慢慢的疏导 对 这样才能够达到大家 能够认同的共同的目标 嗯 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因为 呃本身我 我自认为啦 也是应该有这个特质 对啊所以 在这部分我也觉得 在这个特别的时间 如果能够来担当这个角色 因为我一直跟朋友讲 嗯 在未来 对 这个 2026 对 因为看起来国民党已经定于一尊了 嗯 很清楚的一尊了 已经定于一尊了 那 基本上 呃这个 这个 这一尊 哦在各方面的学士 嗯 人力 然后 在各方面都让人家觉得是 是 包括国民党自己内部 都是觉得是 哦 有机会 然后条件非常好 嗯 嗯 哦那 如果是 团结的民进党 都是一场应战 更何况是不团结的民进党 是 哦那 那我真的很希望说 我们大家是 能够在未来 是能够合作的 对 是没有任何的尴尬的 没有任何的 借地的那种 是 真的 无限奉献的那种合作 对 对 我感觉哦 初心很重要 是 从政的初心很重要 其实 呃 政治工作就是 要帮我们民众处理工作 为民服务的一个角色很重要 是 其实有时当然 在我们 呃 有派黑的问题 啊当然 美美格格有多少 政治就是 政治就是 美美格格有多少 怎么样去让各部分的人 大家都能够圆满 其实要能够做到 大家都圆满 有点难 可是至少说 不要讨厌 对不对 是啊 沟通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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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当然 其实520要搞啊 杨姐最近 也一直在观察 因为 520快到了 那当然 呃 立法院的问题 对吧 因为 现在 三党不过半 嗯 那在表决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大家 握手的问题 嗯 有时候 输一个人就是输嘛 是 所以有时候真的很难做事啦 是 所以有什么 要让这样子一个团结的力量 可以展现出来 嗯 未来也是要争取更多 选民的支持嘛 是 是 因为 你说 刚才你说到立法院啦 哈 立法院现在虽然是当三党不过半 对 应该是两党在欺负一党啊 神 都在那玩家嘛 对对对对 所以 通常蓝家白是 蓝家白啊 对啦 基本上是这个 这个 以历届的 这些表决 是啊 的状况是看得出来 就是蓝家白 而且很多时候就像慧文说的 为了反对有反对吗 对 好的议案也要把他反对吗 就是都没有经过讨论的程序 然后就直接封杀了 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 那高雄的部分 我们也是真的很怕 很怕这样子 明明已经制定好的 一些规范 一些方向 一些 一些建设啦等等 到时候如果真的不是 无缝接鬼 我们自己民进党的候选人 市长 那 有可能会因反对而反对 因为我们在 韩国瑜的时候 有看到这种现象 只要是当初 在前朝所制定的政策 你看就延宕了 而且他就封杀了 你看我们的轻轨 轻轨就停了两年了 都没动 那时候美术馆那边吵得很严重 说当地民众说不要 就说他不盖了 那这个在之前 其实在民众有意见的时候 都有经过专家学者 然后也开了N次的 工厅会 说明会 那其实在最后 都大家已经有公司 但是在韩国瑜时代 就因为已经换朝代 他很想否定前朝的东西 所以还是用各种的理由 然后让他停顿 但是专家学者都是 都是赞成继续盖的 而且你看 很早就出来的结论了 现在轻轨成员 是不是很方便 是不是很漂亮 是啊 针对于城市观光运输好了 我看到现在以前几台歇息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 搭轻轨人没几个人 现在发现很常都爆满 对对对 人越来越多 人越来越多 其实交通建设就是这样 交通建设如果你让他便利 就像我们现在轻轨成员 然后现在有局限有红线 然后我们又有配套措施 包括这些公车的接驳 然后U-buy的短程 你越来 然后还有小黄 小黄也是做接驳的 你让他越来越多元 我每一站到另外我想要去的目标 都有一个接驳的方式 这个他就会群聚越来越多人 对对对 但是因为之前为什么大家都说 高雄高雄真的还是摩托车最方便 大宗街运 这个等于说会变成蚊子的运输 那其实是因为那时候都断线 你没黏着火 对对对 没黏着火 然后他是没法便利 民众他在运输过程 但是这次这部份 一点一点都把它黏开了 所以越来会一加一大于二大于三 越多人会觉得 他交通运输是便利的 而且是安全的 其实你知道吗 轻轨成员这件事情 我那时候我刚入广播夜 16年前就停倒了 你看16年后才真的成员 你看一个交通建设是多么不容易 是啊是啊 成员之后大家就知道说 当然这当中有很多沟通协调 当然有的人欢喜 有的人欢嘴 可是就是要怎么样让所有的事情 可以圆满的解决 所以我觉得政治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政治 对 好 时间关系 电台差不多 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跟高雄市议员陈慧文继续聊 等会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最快乐的电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切记 不要躲在浴室哦 快乐联播网 关心您 母亲节那天 无法度为妈妈亲家 很可笑 不用艰难啦 国家十五 新典和国定典的国家家庭日 各管市家庭教育中心 国家中有起来的活动 可以带妈妈和家庭参加 感情更好哦 活动的主信 要去哪里查顺呢 可以像教育部 家庭教育主管帮转 帮转 帮转有哪有豐富的家庭教育主信哦 那我关机哪里查顺 以上公告有教育部提供 快乐电报忙 快乐狗狗屏 97.5 快乐昆家南 92.3 快乐大台中 89.5 快乐大台北 89.3 快乐华丹 98.3 快乐佩鹅 96.7 快乐红虾 91.3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播王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王 当这边的现场 你所有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王 是文算上 我来的这边 我是你的好朋友杨洁 今天邀请到的是 我们高雄市议员 陈慧文议员 慧文好 你好 今天我们 谈一谈的议题呢 就是跟 最近如果大家 有看到我们的新闻 就知道高雄市 我们的民进党的市党部主委呢 即将要进行选举了 那慧文呢 这次也有参加哦 那当然在 党部的主委 也其实是扮演一个很关键的角色 就是说要如何 包括就是派系之间的整合啦 让大家可以尽量在 他面前的讨论啦 到完完的啦 那当然 剛剛 也有谈到 身为一个女性的一个参选人 就是女性的女力 女性力量的部分 有一些特殊的优势啦 那当然 其实刚刚再跟 慧文再聊 年轻人的议题啦 因为其实 现在 在政党当中 当然 目前我们看起来 很多的年轻人 其实他对于政治是有兴趣的 是 对政治有兴趣 但是 不知道要怎么来参加啦 是 那是不是慧文也跟大家说 如果你未来当主委的话 你愿意为这些 有兴趣有抱负的年轻人 做一些什么事情 是 我想 我后来有观察到 因为包括我自己的同学的小孩 然后呢 有一天他就来跟我讲说 阿姨 我也想要参与政治 想要了解 这个是怎样的一个工作性质 对 然后 因为在跟我讲之前 他已经有先 尝试性的 去问其他的 包括党部也好 其他的名义代表 但是好像总是碰壁 对 那因为他 他也没有任何的经验 没经验 也没背景 是是 所以 他这个让我联想到 如果以后我真的 因为 有机会当我们的党部的主委 对 我会用我们 这些党部的一些资源 然后扩大的去 来做一些 年轻的课程的举办 或者论坛 对 那这些有兴趣的年轻人 如果你是在校的 其实在大学阶段 如果有兴趣 你就可以来参与 对 来了解说政治是什么 公共议题是什么 对 这当中能够去发觉 你自己是不是有所兴趣 然后 你经过这些论坛也好 经过这些课程 然后呢 如果你真的对政治有兴趣 未来你想要朝政治的这样子 不管你是要选局 你是要搭幕僚 智库 这个都是你可以多元选择的 那让年轻人 更多的年轻人 然后认识政治 参与政治 我觉得这个对于国家 未来的发展 是一个好事 来培养这样的人产 那这个 因为年轻人的部分 我真的觉得 你一定要尝试的 积极的 对 那 以后如果 你表现得好 是 你不是自己选 有一些现阶段 如果你刚毕业 有一些名义代表 他服务处有缺 也可以从我这个人才库 然后去挑选 适合的人才 可以媒介 我觉得 这个也是未来我想要去 push的一个部分 就是不只是跨派系 也是跨政党 对 因为你是为了要培养年轻人 不是为了要栽培自己的子弟 没错 没错 因为你让我们的年轻朋友 这么受政敌 他可以去 我们台湾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你可以自己自由的去选择政党 像最近 杨洁有看到一些新闻 他说 有什么我们台湾 有一个新闻蛮可爱的 他说 有一个去美国达成的中国人 是 中国的学生 他说 多少人港班 有一个行李公众 没来自台湾 他说跟他聊天也蛮有 蛮投机的 也蛮不错的 有一天好像是 就是在讲说 什么 不要客气 不知道是帮了他一个什么 忙 就说 大家不用客气 大家都是中国人 因为台湾的少年人 他说 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台湾人 因为中国的年轻朋友都说 他非常的震撼 他说 怎么会是 不是大家都是中国人 后来才发现说 就是因为 在中国 这些事情 是封闭的 网路 是封闭的 政治 是封闭的 言论 是封闭的 他只能够一个声音而已 他不知道说 去到外面 大家可以去明确的表达 你的政治 你可以表达 你的民族认同 他说 本来以为 他跟这个同学 蛮OK 为什么 因为他说 这个同学 也一直在批判民进党 他说 他说 他跟他相同 我是爱国 但是中国人 没想到他说 我是台湾人 他吓到 其实我们台湾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是啊是啊 你可以对时政 你的当美建户 你的当公建户也不对 你可以自由表达 真的 对不对 这就是自由的可贵 是是是 所以你说 你说要我们去跟这些 不民主的 然后 跟他说 变成中国的一份子 我说真的 我相信 不只是我 我相信 很多年轻朋友 可能 没办法接受 对没办法接受 你可能会以为说 中国他现在相对还是强大的 但是呢 在自由民主的这个区块 他真的是很后半段 很后半段 是啊 后段班 后后后 后段班的 所以这个部分 所以我相信 大家应该有很多 在台湾 土生土长的年轻人 我相信你不能够接受 是啊 好 那当然这次的主委 也是有竞争对手 都是我们同胞民进党的好朋友 那天其实杨姐有看新闻 就是那个议长跟你们一起吃饭 蛮可爱的 其实有时候 民进党就是 蛮可爱的一点 就是大家都是好朋友 虽然竞争 不互相的去做攻击 反正我们是为了党好 为了这个民主政治的生态好 对不对 也是一个很棒的民主竞争 是 我们也希望说 经过这一次的选举 选完之后 然后呢 也能够再把这个派系之间的 这样子 目前的一个有一些 一些不讲斗争 就是对一些不愉快的地方 然后也尽我的能力 然后尽量去把它化解掉 对 那大家一致就是朝2026 然后来赢得这个选战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跟如果在场有我们 观众朋友有我们民进党员 会问如果能够进驻到我们的党部 绝对是对于党务公平公正 公开透明的 这些可以放心 那如果有机会 我也会让我们的党工 然后去跟我们各个党员 因为党员他在所有的行政区都有 然后会尽量利用很多的时间 然后下乡去跟我们党员做座谈 然后了解我们党员的一个想法 新生 然后我觉得都可以提供党部一个 更进步的一个方针 这个都是我接着下来会 会做的事情 会努力去做的事情 对 其实这就是 我们正在民主可爱的地方 大家一起来为这块 我们台湾这块很可爱的国家 我们的土地来打拼 那当然其实刚刚在看议员的资料的时候 有看到一段说议员曾经为了文字保存 自己去挡怪手 真的 对 你是去挡怪手 那个很久了 那个大概有十几年前了 那因为也是跟市政府的想法不一样 那个还是源于灯格勒很盛行 那时候十几年前灯格勒大爆发 那时候就有针对这些闲置的空间 然后最快的方式就是消灭这些闲置的空间 对对对 这样才不会去生蚊子 对对对 让资深那些蚊虫 但是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因为他那里是警察宿舍 在我个人认为他是有历史的价值 对对历史价值 那可以保存下来是最好的 然后经过整修 但是评估完 那里整修可能是政府认为要花费蛮多钱的 所以就是这样 他训练不及掩耳的速度 在我还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 就把它拆掉了 这个是我印象很深刻 但是我这个部分在后来我都会跟市府 这种只准一次的错误 这种我觉得什么事情都要经过互相尊重 沟通协调之后再来做决议 但是因为那时候有一点我没有办法 就是说因为登革乐道爆发 这部分是后来我没有再继续追究 这个原因之一 因为要赶快防疫了 赶快进行我们的防疫的部分 所以看得出来惠文其实也是冲冲冲 那当然温柔的力量 那也希望可以获得大家支持 来最后15秒跟大家做最后总结 拜托我们电台前面的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是党员5月26日 请一定要出来投票 投给女性然后温柔 那我已经从政将近有七届的民意代表 30年的党龄 我相信我能够扮演一个很好的高雄市党部主委的角色 OK 2号 2号 好 2号 順利 谢谢我们的高雄市议员陈慧文议员 来到杨姐节目 谢谢慧文 谢谢 谢谢杨姐 谢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